哈囉 LINE TODAY 獨家私訊的大家好 哈囉 我是Vira的孟偉 我是Vira的蔡正 我是ITBOYS的岳瑄 我是ITBOYS 伯鋒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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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她是 她們就是搭電機了 我們下一題 下一題 一般髮廊髮柱會做什麼就做什麼 洗髮 然後染髮 還有按摩 帶胃 然後哭 我就負責就是 耍好看 然後有時候比較ㄎㄧㄤ一點點 然後可能可以製造一點 節目效果 對 漂亮看到 一 二 三 是 全部都指我嗎 你指誰 我指你啊 臉線 那你先指 好 其實她們兩個反差都有點大 因為一開始她們來的時候 氣場都很強 我想說哇塞 這兩個 感覺很難相處 對 就是很難相處 然後不知道她們的個性是怎麼樣 我想到後面其實 她們人都很好 而且也很夜心 很信心 在錄前大家都說 姐姐是一個很神秘的人 對 然後我又每次就是以前 可能看姐姐舞台 又覺得她氣場很強 就感覺姐姐很兇 結果是不是 欸 姐姐超關心 我們每個弟弟 妹妹的 工作很累啊 或者是站很久啊 腳痠 她都會說 啊 要不要休息一下什麼的 嗯 想得很周到 想得很周到 欸 這兩個到底想怎麼樣 你指我嗎 我指你啊 臉線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指誰 我就故意想知道 蔡正是很會聊天 她跟什麼樣的客人都可以聊 我可以從 一聲都說出來了 我可以從她小聊到她現在 我很會聊天 她是 她是 她就是 我只是 差不多啦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為什麼會一邊聊天一邊做事 孟偉有一次是 染髮染到兩隻手都是黑的 我到現在還在啊 我的指尖 對 我那時候原本是整隻是黑的 像殭屍 超黑 然後我到過年回家 然後我媽說 你幹嘛擦指甲油啊 去卸掉 我說不是 我這是認真工作的表現耶 然後我回家我阿嬤也說 阿你怎麼擦這什麼東西什麼的 然後我說不是 我很認真在工作 就一直被誤會說是擦指甲油 所以就是講到這個 有一次 反正就是也是在那一集 然後之後不知道是誰 就是她用完手套之後 她把它反拆 所以它裡面就都黑的 阿我不知道 我也直接戴進去 然後拿出來也是黑的 我想說 對啊 是你們兩個一起做一個吧 沒有沒有 沒有我應該很小吧 好沒關係我們到時候看節目 就知道了 這樣女客人一排 站一排選的話會先選她 都會先選她 對 我本人是之前 之前去洗頭髮的時候 真的有就是助理 就是追蹤我的IG這樣子 然後後來也莫名其妙 有設計師也追蹤我 喔 對 吵鬧鄰居 有可能會比較吵 會有時候覺得她太吵 不會吧 不會 可能有時候洗頭的時候 會想說你不要吵 我課了旁邊一直講話 一個禮拜不能玩手遊 沒有IG還是要滑一下 我們的身材工具 對啊 最受歡迎的 因為最聰明的不一定會受歡迎 最聰明的有可能會被討厭 沒有人要跟你討厭 那當然是另外發電機啊 我時間管理很好 沒有啦 看一下 沒有啦 我看一下 三隻手機 因為我很會 因為我很會聊天 所以我可以應對 我可以應對得聊 我們下一題 下一題 下一題 我喜歡 被追求吧 因為我不太是主動的人 對我連交朋友我也是被動 我不太敢去主動跟人家聊天 被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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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太差了 我可以不搶麥 我因為我聲音比他們大聲 喔 欸 對 對 修姐凱的地雷 因為姐姐是老闆啊 對啊 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跟修哥怎麼樣的話 我就去跟姐姐哭就好了 喔 聰明耶 聰明耶 初戀跟我借錢吧 對 我自己也沒有一百萬耶 好啦我借 但如果講我壞話 因為我不喜歡被亂講她的話 對我會生氣 唉唷好好講喔 他們在旁邊 應該是 HOLD姐吧 因為跟HOLD姐當同事 就是會很歡樂 那個臨場反應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感覺跟她一起工作的話 很安心 對然後很多事情感覺是 隨時可以有轉換的餘地 我想說能行嗎 對啊在開玩笑嗎 就能行嗎 是認真的嗎 就是我們比較零經驗一點點 他可能比較有一點點而已 就是很焦慮啊 如果就是沒做好什麼的 因為那時候我不通 我的沙龍朋友就跟我說 這應該全台灣的沙龍 就是在做沙龍的人都會看 我想說完蛋了 我們會被罵 我覺得最大挑戰是 不斷的要往上爬到設計師的位置 當設計師太難了 所以佩服修哥跟王子是這麼厲害 在試音樂的時候 每天來那個客人名單 然後就要先看看 他是要作喜還是要躺喜 看到作喜就會先 會有各種需求 對 2023必看的節目 史上最多顛簸的實境節目 合家觀賞的樂趣影片 顏值都算是中高以上的一個節目影片 下月不無聊 3月7日 全新秘記 開打音樂中二 歡迎光臨 2023 2次 2次 2次